记者前立中台北报道,就读高中的16岁少女小如,化名,在父母离婚后,与母亲相依为命,今年春假期间,她短暂搬到父亲的租屋处陪伴父亲,为料性遭父亲染指,失去处子之身,事后她向母亲哭诉,母亲气得报案提告,台北地检署调查期间,这名父亲竟客死她乡, 检方调阅护疫症资料,确认她已死亡,今天将她不起诉,检方获报,今年初,小如到生父的租屋处陪伴父亲,原想孝顺父亲的她,竟惨遭父亲猥亵及性侵,次数多达三次,她被迫失去同针后,一度担心母亲会承受不住,不敢立刻告诉母亲,后来小如又连续遭父亲染指,她忍无可忍, 且痛恨父亲不顾伦常,竟然指正在青春期仍在发育的她,造成她身心极大痛苦,这才气急败坏地向母亲泪诉委屈,她母亲听闻后,除了亚裔前夫竟会如此不顾伦常,将女儿当作发泄的管道,更自责自己不该将女儿送去给前夫照顾, 害女儿惨遭狼爪,为此向台北市政府万华警分局报案提告 今年7月,从事营建工程业的小如生父,首次到北检出庭,她当庭否认所有指控,便称是女儿论讲话 然而,就在检方向再次传她到庭离清本案疑点时,却接获她前期通报,指她已意外于中国辞世 检方调阅护议症系统后,确认小如生父已亡故,今一刑事诉讼法第252条第6款,被告死亡予以不起诉规定,贞结全案 在庭离清本案疑者,被告死亡予以不起诉许法人员